是要上上的都去這裡 好 那個 測量 測量 為何是寫的 為何需要測量 測量需要學習 測量需要學習 沒有啊 為何需要 需要學習的看哪 還是要學習的看哪 測 размер 測測 測測感 測測 測度 測測感 測測五倍 測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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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體 測測比一定高 測測 180 很難測量 什麼東西算是很難測量的 體積 體積很難測量 還有沒有 你們覺得體積很難測量 為什麼體積很難測量 測量包括形狀 要看什麼形狀 等一下 什麼形狀的體積容易測量 什麼形狀的體積 圓形不容易測量 肌形 圓形的不容易測量 肌形的不容易測量 圓形的不容易測量 肌形不容易測量 好那個 玉璃你剛剛說什麼 我剛剛想到一個公頃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測量 沒關係你給我講 你先講啊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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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寫錯了 請 請 請 這個 公頃 公頃是一個面積的單位 是個面積的單位 什麼是面積知道嗎 什麼是面積知道嗎 面積好不容易測量 面積好不容易測量 面積好測量 面積好測量 還好 這個面積有多少 容易測量 換大半 這個面積有不能測量 不容易 還好 還是要開始 還好是什麼意思 還好是蠻簡單還是不簡單 還好是蠻簡單 有點難 所以很多東西是有些東西還蠻簡單的 不容易測量 是 你說 英理 英理是什麼 英理這個 然後有忘記 英理一個口一個口 一個口一個口 你說加一個口 這個東西 不一定 有時候只是為了做區別 因為 他的英文叫mai 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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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理就是 一個長度的單位 長度的單位 我這樣講 你知道我講長度的單位 什麼意思 一個距離的單位 一個距離的單位 什麼叫做一個距離的單位 什麼叫一個距離的單位 我知道 你們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想一下 雖然是字頭一點 一個距離的單位 也沒有錯 可是什麼叫做一個距離的單位 就是一個距離 就是一個距離 計算距離的單位 現在在玩 文字遊戲 幫助計算距離的單位 好 比如說 你舉個例 什麼叫做幫助計算距離的單位 因為 人們覺得 因為 要 訂出一個 那個 呃 那個東西來 來 幫助比較好 算有的功能 幫助 OK 再具體一點 舉個例 舉個例最緊張 舉個例 舉個例 有人那邊到那邊 我們可以把它收成 有三張桌子 我們可以收成 我們可以收成是基因理 之類的 OK 那就比較具體 這樣 這個距離 我們可以說 這是 十張桌子的長度 可不可以 可以 也許是吧 假如把這個桌子拿去 擺在那邊 擺起來 剛好有擺十張桌子 這叫十張桌子的長度 對不對 對 啊什麼是單位 就是那個桌子 桌子的長度 就變成一個單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單位是這樣來的 所以剛剛講單位 我們講說 英里 是個 距離的單位 什麼意思 就是剛剛定兒有講過 這個一個距離的單位 這用英里是什麼意思 英里 是什麼意思 一個桌子 不不不 英里不是一個桌子 英里 這個事情 因為剛剛 玉涵問我說 什麼是英里 她不知道 我剛剛說 英里是一個 長度的單位 那我們講說 一個長度的單位 什麼意思 對 後面就往下眼睛說 就是 一個距離的單位 或者是一個 量測長度的一個單位 因為把它切割 這個多長 以前這個多長 那怎麼講 以前的人 比如說 請問從宜蘭到台北是多遠 走三天 對 會用走三天來講 對不對 因為他們有個尺那麼長 去好好量度多遠 他說 那多遠 那就要走三天的距離 是不是這樣子 比較簡單 因為大家可以有感覺在多遠 那所以你可以說 走兩天的距離 跟走三天的距離 誰比較遠 走三天的距離 走三天的距離 你會想說 那大人小孩走的不一樣嗎 會不會 會 會 會嗎 會不一樣嗎 那怎麼去區別 不會 所以大人小孩走的距離是一樣的 真的嗎 真的嗎 是這樣子嗎 你就問大人小孩走多少 大人走多少 你就好好的 大人走多少 蛤 大人走三天跟小小孩走三天 可能不一樣的距離吧 不會不一樣那個差不多 那就去問 OK 也許大中以前角力很好 也許而已啊 對對對 沒有關係 這個也許複雜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不準的量測方式 所以比較準的量測方式 是用一個很聚集的一個單位來量測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怎麼樣去量 我們來想一看 是讓很多東西是好的 其實宜蘭東台北 只要 你不用講 我們都知道 只要一個一些而已 那間鮮什麼意思 對啊 因為 對 OK 所以你這樣子講也沒有錯 這是我們定義上的問題 所以應該更清楚 從台北車站到宜蘭車站 很特別 一個 兩個 一個車多遠 還沒有啊 又多遠 沒事啊 沒事啊 剛才剛才就到了 剛才剛才就到了 可是這種說法就是比較濕的說法 對不對 最遠的距離 就是我在你面前 但是你不認識我 對不對 人之間最遠的距離 就這樣子 是不是 那是濕的說法 好 對不對 好啦 我們這邊點讚跟妳講 量這數很重要 這個數有多長 用尺量 用尺量 用尺量就好了 是不是 這個大概 大概也多 大概 大概啊 好 我們剛剛 我們大宗先生先大概說一下 這幾公分 好 40公分 40公分 來大家猜猜看 大宗猜40 這哪一邊 長度啊 長度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長寬高怎麼定義 我不知道 這本書長寬高 你會覺得在哪裡 長25 長是在哪裡 長寬高 就這邊好了 長是比較長的 寬呢 比較長的 高呢 比較長的 所以說通常這是我們一般的 那有時候寬跟高 會會調整過來 不一定 所以我們講個地方 比如說一個 好 那個箱子 那個箱子長寬高 就很不一定了 我猜對 差一公分 我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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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對 你猜對 差一公分 你猜多少 你猜多少 26 你猜26 真正26 所以有時候量測 是需要 測量過程是需要 一個經驗證 所以你的越 常常測量 就越容易估計得準 容易估計得準 好 那我之前頭髮有長 那我之前頭髮有長 頭髮有長 我們來説一下 他頭髮有多長 六四 頭髮是從哪裡開始 從頭頂啊 那個毛囊還沒開始算 頭髮有多長 頭髮有多長 哪一個 前面很高大 哪一個 哪一個 就最長的頭髮 40公分 40公分 不只 最長的 我覺得大概60公分 不只大概60公分 有沒有60公分 有沒有60公分 怎麼覺得 40 40 40 好 那我們一樣量一下 我臨時 40秒 把一邊下來量量看 等一下 我剩長的 應該差不多 對不起 對不起 很難把 用力 沒有 要找一個最長 不能去找 因為他 像後面頭髮 喔 這邊好長 好 不要拔 不要拔 就這樣量一下 來 鑑魚 鑑魚 那兩兩次就可以了 40 到這邊是30公分 40 45 欸 45吧 大概看起來是45 這個30公分 對 4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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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量的時候 事實上 有時候不太好量 有時候是很好量 不一定要出本就比較好量 口感就比較難量 對不對 好 那 這樣有沒有什麼難量 我們來看看 腳掌的長度 好不好量 腳掌的長度 腳掌的長度 腳掌的長度好不好量 好不好量 好難問 還好吧 還好吧 這個 這個 好劇情 這樣很醜 還有大 還好啦 長髒 只是足弓 換了一邊而已 但又很奇怪 足弓換邊了 足弓換邊了 應該就是這樣子 好可愛 好可愛 隨著手 好像 撞到那個 撞到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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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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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門指 中間的距離 這樣子嗎 對 那你如果拿尺 你怎麼量 放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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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尺 OK 這是一個方法 我先把他印在 一個紙上 我再去量 我是比較容易 因為你 你如果說 直接拿尺去量 你很可能會怎麼量 我拿個尺 這邊有尺 對不對 大聖人來量 看怎麼量 從小分到大門指 你會怎麼量 那個0到5指 變了 你已經從5指來量 你會這樣量 可以這樣從小分到 小 大門指 好 OK 假設我們沒有畫那個線 我們沒有畫那個線 可能有時候我們量 會不小心就是這樣量 是不是 是 就這樣量 這樣量的話變什麼 變一個斜線 對不對 變一個斜線 但是會差一點點 但是會差一點點 你穿起來腳皮 就多一點 或少一點點 好 放的話多一點量 多一點點鬆鬆的 好 所以這部位 就是我們比較難量的地方 但是你要知道說 一般來講 我們想說 腳的長度 只是腳跟到腳尖的距離 是不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呢 五線運幣的直徑怎麼量 嗯 嗯 不近 不近 很難 很難 有點不好 我們應該有圓的 要先走出中心點 走出中心點 要怎麼走出中心點 對 怎麼走出中心點 好 你說 你只要在底下畫一個 蛤 我知道了 追半 誰追半 誰追半 你就只要是用兩腳氣量好 然後確認它是一個平的地方 然後就再坐下一個 喔 欸 你上來再寫一次一遍 我現在有一個 我現在有一個 你給我兩腳氣就可以 兩腳氣我沒有兩腳氣 那是要兩腳氣嗎 那你說那兩腳氣怎麼量的 假如你有沒有兩腳氣的話 你就講 楊豬它到底 它到底 它到底 那你可以在這裡的平度 然後那時候就這樣子 它是在這句下 然後開始畫 開始畫畫完 你就畫半張 阿大吉巴 OK 阿大吉巴 OK 潘古講的給他 好 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我用一個 齒 靠著 我如果有 三搖板 就是有直腳的地方 我用直腳靠一下 這邊是直腳 這邊是直腳 我用直腳靠一下 我這個確定有中間這兩個點 就是它的直徑 你知道會不會簡單量 怎麼樣簡單一點 不然我先拿齒在中間 欸我這樣到底有沒有得到中心 有通過中心 不知道 是不是 可是我先把它靠在平面上 拿兩個三條板靠一下 我會不會知道它的直徑在哪裡 這樣會比較簡單一點 有 這是 安國聰明 安國聰明 假設我先拿個瓶子 譬如說我先拿個瓶子 我說請你量直徑 這個直徑有多少怎麼量 怎麼量 怎麼量 有條線 跟你量進去 我幫你放 他的什麼直徑 這個圓形的直徑 譬如這個點 譬如這個點的直徑怎麼量 那個瓶子 那個瓶子 蛤 他還在直 怎麼量 你可以啊 跟那個瓶子一樣 沒有 我就用剛剛那個瓶子一樣 你這樣還是準喔 因為這瓶子是90度對不對 所以比較簡單的做法是這樣的 譬如我簡單舉個例子 這個隨便借我一下 你就用拖一點 我就用拖一點 對 我通常道理我這樣夾一下 我再拿另外一本書 這邊夾一下 我就可以抓到直徑了 那我現在如果量這個點的話 我自己 只把這個 往下 降一點 或是把這個往上深一點 對不對 我點到兩個位置就可以了 這個很出心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量直徑就是這樣量 OK 什麼問題 沒有 你這麼簡單 那我還不賴 好啦 教室的長度怎麼量 要找一點的尺 用這個尺 慢慢講 正前尺 用尺抓 用磁磚 磁磚也是一個方法 你看 我們就有很多方法 你看 量教室的長度 有人說用長一點的捲尺 對不對 用手 有人講量磁磚 用手 然後剛剛有人說用手 手長 手長 請問一下 手長 可以麻煩示範一下嗎 我 我要先 就是 量 量這樣 你要先量用手的長度 對不對 為什麼要量度手的長度 就 就當成基本量 對不對 當成基本量 就是當成一個單位 是不是 當成一個基本單位 對 量磚磚 這樣看起來應該有 八個大宗 萬一量剛好 剩下一點點的時候怎麼辦 半個大宗 只要把半個大宗 半個大宗 可是不見得是半個 可能兩碗都剩下一點點 這到底幾個大宗 四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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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把手當 面對東西把手當 譬如我們量碗的時候 假設剩下 正一點距離 想要正吃幾個大宗 蛤 你知道我意思嗎 兩碗之後剩下這 剩下這一點點 五分之一個大宗 那 你看不準嗎 剩下這幾個大宗 不知道 哪一個 喔在那邊 五分之一個大宗 五分之一個大宗 手握 好 這是不是考得量的方法 不是 不是嗎 因為第一個 這個尺就不準 你看變來變去的 好 第二個 它上面沒有刻畫 是不是很難量 嗯 好 所以基本上在這種時候 我覺得 這三個 相互誰最簡單 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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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 尺尺是還蠻簡單 一直拉 假設我這個尺剛好可以從頭拉到尾 一次拉到尾 我就可以馬上認識到結果 尺磚加尺 對 尺磚加尺 是一個做法 在裡面有一個適當的工具 假設我現在公司 就只有這把尺的時候 尺磚加尺 就是一個最簡單的做法 我就可以算尺磚的數量 算到面 假設有 算錯 假設有 三四二個尺磚 算錯 三四二個尺磚 然後我要做什麼事情 加兩邊 加兩邊的一點點 對不對 這邊還有一點點 後面彈一點點 那一點點 後面再處理 我先把三四二個尺磚 乘上什麼 尺磚 尺磚 哪一個尺磚 X X是什麼 Y 我是可以先拿尺磚的尺磚的寬度 尺磚的寬度 尺磚的寬度就是X 好我就可以量出來了 我把它撐起來 就是特別 已經知道幾個尺磚所代表的長度了 那接下來就像丁口腾 我量前後的 那一小段一點點的部分加起來 就會全部長度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 四 四 四 非常好 太好了 這麼容易啊 那有 蛤 什麼 你的笨子 你的笨子我的方法 是 你喜歡笨子 我這邊講話 你只要這個老師的意思 我放這個意思 沒有聽懂 沒有聽懂 不然 你可以講清楚 說明你的方法非常先進 再講看 好 有沒有舉個例子 有沒有什麼距離是很難講的 你自己想 想看有沒有想到什麼 距離講到 宇宙的距離 可是你不知道宇宙哪個點啊 宇宙哪個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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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 你不能講說 請願從這邊到那邊多遠 超不太難 那你的頭頂然後他的腳 請願從這邊啊 那邊多遠 我覺得不可以傳不過他的腳 你都沒有問題啊 我是問題對不對 從 從 那裡不對 因為那 那裡是哪裡 你總是要告訴我這個點啊 我們從 我們剛剛講到目前都有個點啊 很清楚的 有個頭尾量的點 才可以量出力度 海拔檸檬尺到 一千公尺 那就是 那就已經就是一千公尺了 那很好量啊 很難量啊 不用量啊 那是不是被子出來了喔 那不是 不用量啊 我譬如說 這把尺我做出來都是三十五公分 請願需不需要量 有 我只是舉個例啦 我如果出來 我設計他 就要三十五公分 請願這需不需要量 不用 因為他是被設計出來 被指定出來 海拔零公尺到海拔一千公尺 總共多長 一千公尺 都不需要量 對不對 那是被指定出來了 所以我們講那量的東西 是一個現實的 董俊有假設說 好那邊有量水管 我隨便拿一下 請願我量的長度 這需要量 需要量嗎 因為他就是不知道 就要拿已經知道的東西去量著他 所以這兩天很簡單 就是說 拿一個已經知道的長度刻畫 去量不知道的東西 事實上是一個比較的過程 在比較 海拔零 很簡單啊 你就從海裡面開始算 我就補它 這是一公尺 海拔一公尺 海拔三公尺 海拔三公尺 那一千公尺 通常來講 你真正的不會是這樣量 通常來講是用壓力 用壓力來量 那以後我們會教得到 但是現在膠有點太早 因為你們可能 簡單來講 壓力是什麼 我可以簡單說 舉個力量 壓力會跟你上面的 這個我們就人在這裡 你肩膀上面的空氣 這是空氣 這是空氣 這是空氣壓在我們的身上 這個空氣越厚 你就覺得壓力越大 越密 越密也會 越厚也會 密度跟厚度 厚度就是高度啊 也有關係啊 你看啊 我這本書疊到我的手上 我上面疊了一百本書 我這手覺得很痛 對 而且壓力嘛 因為高度很高 然後那個厚度都很低 所以這層空氣的厚度 會影響到它的壓力 所以你海拔越高的時候呢 這個人所感受到的壓力 對 對 它可以用壓力來量這個道路 然後這個轉換 好 有沒有什麼 長度是很能量的啊 譬如說好了 我們現在在外面 我看到這個建築物 你看我們從裡面 剛剛的建築物 從它的地板到建築物頂端 屋頂的頂端 這距離好不好量 對 怎麼量 壓力 用壓力 壓力 壓力可不可以量 可以 對 你剛剛好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就開始有點 沒有回應了 不知道怎麼回事 是怎麼樣 是哪邊有 沒有聽懂 還是 還是什麼問題 OK 所以都有聽懂 OK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到量 是你剛剛講到 怎麼量那個 對對對 怎麼量 怎麼量 壓力 怎麼量 壓力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 會不准 不太做 因為是讓整個地球 從表面到 壓力的地方 將近有 好幾十公里 可是這個距離就幾公尺 這樣是兩個不足 對 對 非常好 這個方法 我的物品 丟了繩子 對不對 我再把繩子 收回來 再繩子上去對 可不可以量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是不是 那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方法 那它不是很好的嗎 那這是方法 那我舉個例好了 舉個例好了 舉個例好了 那你線捏的繩子 會不會 捲子下去 因為我剛才有繩子 那我那個 我那是伏子沒有 然後 那 然後回方就覺得一條 就變成 就會拐一拐 拐一拐 拐一拐 對 繩子有這個問題喔 繩子不是簡單說 繩子這樣就可以了 繩子的問題就是 繩子有拐一拐在線下 對不對 不小心繩子會拉長一點 因為它有彈性 所以你拿木棍 拿木棍 所以木棍要拉長 這是長的木棍 你要垂直啊 你要垂直啊 有這麼長的木棍嗎 重點是要垂直啊 還要垂直 還要直線木棍 不能歪歪扭扭扭 不用啦 不用啦 只要讓它垂直就要垂直 不要用啊 可是 如果你拿到一個 拿到一個 拿到一個木棍 是長這樣的木棍 那就不要拿那個 不要拿這種木棍 不要拿紙的木棍 所以我剛剛講要拿紙的木棍嘛 那拿鐵棍嗎 鐵棍OK 換你去吃這東西 可是 紙的有這麼長的鐵棍嗎 沒有 去定座 就別人去定座 太辛苦了 會量那個去定座 那假裝人家量水上的高度 勒 好感應 超壓力 超壓力 壓力也不準 你看選擇高 他定的很標準 他定 三千多少多少多少 八八八八六 對 多少 三多少 八八六 三八八六 你看可以定到六公尺喔 那壓力是量不出這麼準的齁 那很量 那怎麼量呢 哇有夠 你們有沒有學過三角型嗎 沒有 沒有 你們學過相似三角型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嗎 應該有吧 有啦 相似啊 相似啊 你只要講我就會想起來了 真的 我覺得我想起來了 你想起來這樣 這一段 比這一段 會難以這一段 比這一段 喔好好 有想 有學過嗎 沒有 大概有意思 有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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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簡單的做法怎麼樣 我先拿一個長度 已經知道長度 這個尺放在地上 我確定它是90度 垂直地板 我這樣看那個我想量的地方 好我看到它了 好 然後從這個斜的角度去看它 喔 對不對 我從斜的角度去看它 看到我這個尺跟這個頂端這樣貼起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 我這邊的距離比跟這邊的距離比是一樣的 那假設呢 這邊是3公尺 這是1公尺 這是1公尺 這邊呢 是300公尺 那其他這邊是幾公尺 100公尺 100公尺 OK 這樣是不是可以聊了 那300公尺怎麼聊 300公尺怎麼聊 走過去啊 其實300公尺才有別的方式聊 一樣道理 300公尺怎麼聊 我必須喔 假設 暈子 暈子在這裡 暈子在這裡 暈暈子 暈子在這裡 暈子第一階 溃暈子 暈子 我 暈子在這邊 我知道暈子的距離 然後 暈子的距離程今天已經知道了 然後那邊有個地球移 很遠很遠的地方有個地球移 所以把它這個角度轉過去 把那個地球移 那角度我知道了 然後這個角度我不知道 nis 我跟暈子之間的距離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 我跟地球之間距離 好,這是一個三角形 真的嗎? 這個,我們看到第一人在這裡 你們是長的距離啊?你們是一樣的嗎? 對對對 那我看,不是不是不是這樣 我看他的距離 轉過來這邊是一個角度 對不對? 同樣的,安顧在這邊 看我 轉過去是不是有固定角度 對 這角度也量不出來,我們這角度也量不出來 這樣我們在這裡 好麻煩 我人在這裡 我看到安顧這邊的角度 安顧看從我這邊到這邊 又有個角度 這個距離已經知道了 我是不是可以知道 這三角形已經被決定了嗎? 懂嗎? 懂嗎? 這個你們還不知道怎麼知道 沒關係,大家知道這個意思 假的我已經知道一條線 我告訴你這條線的這個角度 是75度 這邊有另外一條線的角度 是80度 你這個條線可以決定這三角形的大角嗎? 可以嗎? 可以嗎? 而且只有三角形喔 只有一個三角形喔 不會有第二個三角形 我這個條線喔 重點就是我偷了兩個東西 對不對? 是不是? 知道了吧? 所以就一直延伸一延伸一延伸一延伸 就一直延伸一延伸一延伸 它就交代一點 而且這三角形是有一個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這距離啊 是不是? 我只要知道這個距離 我就可以知道這距離 我們代表 我們代表 天通 這距離呢 它是 會有一個回憶性 就是它的角度關係 會是 有 相對關係的 這是一個距離的現象 就是說 嗯... 你可以看著它這個四角的改變 四角的改變 就是 呃... 當我把 這個三角形 稍微做個角度調整的時候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就會變成一樣的 那怎麼變成它相似 怎麼講 好啊 這個問題有點困難 這要問數學老師 那這三... 相似三角形 它的... 特性就是 我剛剛講的比例關係 哦 這很難變得出來 你要怎麼知道那個 那個... 你到三角的過程 我到三角的過程 我到三角的過程 不是啦 因為你不知道那是這個... 就好 這個三角的一個方法 我現在確定了三角形 我現在確定三角形 我的方法 簡單一點就是給你三根長 對不對 一... 二... 三... 這個長度可以抽到一個三角形 可以 一定可以嗎 一定可以嗎 不一定 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抽到一個三角形 我不知道 因為太長 因為太短 太長太短 也有辦法條件嗎 哦 好像要... 要怎麼樣 什麼腳的... 什麼大小 好像要... 什麼對面的長度 什麼鬼的 什麼東西啊 就是這邊的長度 應該要大於這個腳 那兩根長度 那兩根長度要... 那個... 那個... 欸... 欸... 你... 給我要睡著了 不要啊 睡著了 想想看 三條線給你的 他一定可以抽到一個三條線嗎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我可能比較... 欸... 兩根可能... 是比較短的 要比... 要加起來要比最長那個還長 OK 非常好 沒有錯 沒有錯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當這是一個三角形的時候呢 我... 任兩邊加起來要比第三邊還長 長一個三角形 因為我比最長的一邊還長 對 任兩邊加起來要比第三邊還長 對 我想任兩邊說 這兩條線加起來比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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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都要符合 嗯... 你懂你 任兩條線都要比第三邊長 懂意思嗎 對 假如那根那麼長的話 對 你加那個就不是一定更長 對啊 所以這符合 這一定符合嘛 所以... 最難符合就是你剛剛講 兩條長的加起來 比第三條長的還要長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什麼意思嗎 嗯... 如果你... 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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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怎麼樣 哪一個... 哪一個什麼 嗯... 嗯... 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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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你那個... 因為如果你... 你... 你那個長的跟... 第二長的... 已經... 加起來 一定... 一定嘛 一定就是符合啊 所以我剛剛... 你剛剛講的條件說 這兩條短的加起來比第三邊長的還要長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但這只有一條件 我現在講的是講三個條件 我三個條件 融出在一起講 就是說 這兩條線相下要比第三邊長 是不是有包含到你的條件 你的條件只有一個 就是兩條短的加起來要比第三邊長的還長 可是你講的是這條線 不是... 那兩邊長的... 就是那個... 我講... 我一次講了三個條件 那兩邊就是包含你的... 包含你那兩條短的啦 那兩邊就是包含那個短的 對 對吧 你懂意思嗎 對 那可是為什麼要弄這兩條 因為這樣就可以寫一個公式 你譬如這三條線在那邊 我們在寫數學式的時候 在考慮一個事情的時候 你這樣寫的時候 最長的那一條 那一條要比兩條短的 加起來還要... 短 這時候 我就先判斷 誰比較長 誰比較短 可是我剛剛的說法 是不需要判斷誰比較長 誰比較短 那是要判斷 為什麼不判斷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的條件 已經一次縮完全部了 但是不難認啊 這個... 這個... 好 我跟你講 你在證明... 未來你在學到數學證明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所有的數學證明 假設這是被同理的話 要認和 譬如我講說 認的一個三條線都是180度 那你講說180度 可不合理 那講認的一個三條線 不能講唯一... 只有這種三條線是... 只有這種三條線是180度 這樣這個沒有意義 那任何一個三條線都是180度 就有意義了 對不對 我剛剛講這個... 這個條線是... 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 三條線 只要符合我剛剛講的條線 都成立 當然你那條例也不是不可以 你那條例是要先判斷它 是不是最長最短 那是不是正三條線 對啊 正三條線就沒有所謂常種的問題 可是我的條線就符合啊 可是我的條線就符合啊 有... 對不對 但是我自己唱的 我好像就一直符合啊 欸 符合的條線是完全符合耶 你只要符合的條線全部都符合 一定是可以称為一個三條線 你懂我的條線是什麼嗎 有嗎 有啊 你舉個例子 我的條線寫下啊 任... 兩... 邊... 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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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魚... 的... 三... 邊... 你們可以取出一個反正 符合這個條線 但是不能重點塞到幾個 嗯... 那你長這個鱗 就長這樣就... 不要反 一定大魚啊 怎麼沒有辦法 算大魚但是... 一定大魚啊 是不是符合這個條線 你會懂... 你會懂他的意思嗎 不懂 不懂 他的意思是說 這兩個槍槍都已經大魚他 為什麼他要寫進來 對啊 那你怎麼講呢 超長的 超短的 那水就不符合修理的 那水就沒有符合啦 這兩邊的其中這兩邊 槍槍沒有大魚第三邊啊 不是沒有符合這個條線 我說三個都符合 我說三個都符合 認兩邊耶 認兩邊一百分 你隨便拿兩條線都要符合 哦 你符合好嗎 你懂我意思嗎 認兩邊的意思是 隨便拿兩條 都要大魚第三邊啊 所以你要比三次啊 並不是比一次而已啊 我的條件是比三次啊 我好麻煩 懂意思嗎 但是我現在要寫一條... 寫一個條件 我就可以 高牌所有的三條件 好 好 所以我們對三條線的定義 比較清楚了 所以三條線 一定可以湊成一個 三條線是有條件的 三條線的條件是什麼 還一個條件 一定很簡單 這個一定很簡單 跟剛剛有點類似 只要想一個速度就好 不是 不一定要想 三條線可以大一個速度嗎 這個 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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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條件 鋪 這裡面條邊的x一定要大 所以你看 材是... 削減嗎 對 一定要大 這個是錄狀達的 一定要小一條線 這裡面條線 它才可以做得很快 另外小一三边 就是另外一条件 实际上跟刚刚的条件事实上是有点相反的意思 有点相反的意思 这个加这个就可以这个 大于那个 这个加这个大概这个 这个加这个大概这个 这个减这个小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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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谷了 加减多一点 好 这一个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的条件很简单 是我们看到一个三角形 所以我给你三边的长度 一定可以做的就是三角形 对不对 假设我再给你一次 同样的长度三角形 同样的长度跟它长度一模一样的长度 我所复合起来的三角形 跟那三角形一不一样 我只举个力量下 这条件跟这条件一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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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条件都可以跟三角形 这三角形跟这三角形一不一样 一样吗 是不是一样 这条件都转不过来 没错 哪里转不过来 左右相反 左右相反也是一样的三角形 只是扳过来而已 只是扳过来而已 玉兰有听懂我意思吗 欸 其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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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这样 就是 其实 我们人都有这个坏习惯 就是 怕被人知道我不知道 那尤其是当我们在教学上 会常常遇到这个困难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 会更有点困难 比如说 比如说你现在上课 也许你有些东西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之后 你也不好意思问 我有鱼八分 好 所以有鱼八分是好事情 就是有鱼八分 孔子这么长的年纪 他刚刚才知道自己 他还是有鱼八分 所以孔子入刀没有没事问 因为他进到一个陌生的场所 他不知道心 他一直问 一直问 我刚刚讲的如果听懂 OK 非常好 维持他的姿势 所以我会觉得没有反应 我会害怕 因为你当没有反应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没有听懂 像你刚刚某位 某位大先生 他就没有反应 我就觉得 我会大先生 我就会感觉他没有听懂 一般来讲 有听懂 就是我有故意 会比较好 我们老师 你知道吗 那我老师 你透过学习的过程 知道同学学会没有 好 那我告诉你 其实如果听懂 我开 才是可 会维持可能 知识会没有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 有点就可以看清楚 所以我现在把它讲完 等一下我先插个题 等一下我会讲完 不要紧张 我马上说 真的很失忆 我可以真的 真的 真的 我以前带过同学做 简单的 这叫做 精维 精维 那我要讲的事情 我是马上讲 我怎么去理解 你们去懂的 大叔 你觉得我怎么知道的东西 泰椅 泰椅还有呢 还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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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咧 还有咧 下课咧 还有咧 看有 有 看有 有 有 还有 不懂 其实我讲的东西 一般来讲 不懂的都会 一个最简单就是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你要从脚来变 我听不懂 我看到你在讲什么 一个是 好像 对啊 就我也是这样 你听不懂 那另外一个 我比较哪里看的 就是一看我家哪里看的 他就 他眼睛还张得很大 可是我刚才听不懂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我就会担心 因为 我担心我往下讲 你会越听不懂 还是说 往下讲是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 那通常有人希望说 你们建立在里面 已经知道我们要讲 这样才不要说没有问题 这样才能够贴起来 是吗 好不好 是啊 如果听不懂我就会开始想 然后想到 我发现我想不到 之后你就已经讲过很久了 真的吗 对啊 所以 所以你如果